如果我今天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地方 輸入總共五個學生 當然不一定 這個程式的話假如說我不確定說有幾個學生 反正你只要輸入-1 就表示說你的程式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個邏輯的話 比較接近什麼 如果你是用Fort回圈的話 當然就沒辦法這樣做 因為Fort回圈的話通常是有範圍性的 可是如果說是沒有確定什麼狀況 停止回圈的話 那通常會用Fort回圈 當然你可以用Fort回圈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說 那我這邊有很多的資料 我要怎麼去放這些資料 所以第一個 如果我要放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建一個串列 有點像串列其實是 白話意思就是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我們也許可以給它一個名稱叫 叫Score好了 Score等於什麼呢 如果你要建一個空的一個串列的話 特別注意 就給它一個中瓜五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表示說我建了一個空的一個串列 裡面沒有放成績 那我要怎麼放 特別注意 請你記得 在那個串列裡面 你可以搭配一個Append 就可以把資料放進去了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給放到那個串列裡面 第二步的話呢 當然我就是讓它不斷輸入 所以不斷的輸入的話 就畫E冒號 所以你會發現 畫E冒號還蠻好用的 空一個E冒號 做什麼呢 讓它不斷輸入 那怎麼輸入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 產生一個變數 H叫InScore 那X Go這個變數的等於什麼呢 讓它輸入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讓它什麼 Input Input什麼呢 請輸入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輸入乘期 也許這邊的話 這字比較多 我直接 請輸入那個學生乘期 那當然呢 這個乘期 輸入的話呢 它一定是文字啦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數字 那數字部分的話 你可以記得 要不然就在外面包Int 刮糊 不過呢 如果你Int的話 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一定會 把這個數字 變成整數 可是如果說它的成績 有小數點 可能會在小數點的 不知道第幾位數的話 那我怎麼辦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如果說呢 你那個輸入的 資料裡面 可能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 換另外一個轉型的 函數叫EVO EVL 這個函數的好處就是說 不管說你輸入的是 整數也好 或者是輸入的是 小數點也好 它都會幫你保留下來 所以這個EVO 蠻重要的 可以用 OK 也就是說你它幫你轉 假設你今天輸入的是什麼 89.1的話 它.1還是留下來 可是如果你用Int 那這個.1就不見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輸入完之後 我要怎麼樣 判斷說 它是不是-1 如果它是-1的話 那就離開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輸入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 如果 它這個insco裡面的資料 不等於-1的話 不等於的話就是驚嘆號 不等於-1 那我就做什麼呢 幫我把層積怎麼樣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要怎麼放進去 就是喔 就把這個層積 什麼層積 放在那個 串列裡面的話 就是這個 點什麼呢 裡面會有一個append 把這個層積 這個層積 放到串列裡面 其實就這樣寫 把這個層積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OK 好 那反之else 如果說相反的 它裡面 假如放的是-1的話 那我就什麼 直接就break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 底下的話呢 我就讓它這個地方 直接打一個break break這邊出現 然後呢 它就跳離了 那最後當然呢 我會希望說 到底我輸入的那個 層積有幾個 你就把它print好了 把這個串列 給print出來 那底下我們還沒有去計算 它有幾個學生 總分平均多少 還沒計算 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輸入 五個學生好了 執心 第一個成績是89分 87分 85分 81分 然後78分好了 好 總共輸入有五個學生 然後呢 最後-1 -1的話 就會滿足什麼 有沒有 它這個ins goal 等於了 等於就跑這裡 那就break 再來的話就把 上面幾個成績 幫我print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score裡面呢 就幫我放哪些資料 放這些資料 就剛剛輸入的這些 ok 所以哦 這個是第一步 如何把 成績 不斷的輸入到 串列裡面 的第一步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希望什麼 幫我算一下 裡面到底有幾個人 幾個學生 然後呢 總分 多少 平均多少 最高分 最低分 幫我列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最高分 幾個學生 總分多少 平均多少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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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